做裁演这么多年,孙伯文都从未试过好像今时今日那样,个脑察不到个可见的未来出来,不是说做不到预测,而是最好和最坏的路实在差距太大,这几年来,肯定局势会越来越紧张,不但可测到多年强调说不会变的游戏规则会变。 重要各项资产的价格完全没有反映到这个未来,一国两制正式钉盖,金联会呢,我想,最可信赖不变的东西,就是我国伟大中央,就算不是这祸迫到全世界和他反念,就会视他国为子老虎再步步进逼,直至有一祸出事出到没得抛回头,重要事态发展的速度, 由以前一两年搞一祸,到今时今日,日日新鲜,很快就达临爆点,美帝这刻,全国近乎内战般,风火四起,多年印钞的结果,是已被证明控制资产无能的人,一次又一次被救,没有被换掉,总体效率,每况愈下,还要是没有能力借钱去玩这个游戏的人找数。 即后生子女,遇上他国,民情会如何,如果我因斯坦话利蝶利是宇宙最强之力量,我就说美国民意排第二,永远都非常分裂的社会下,如真是出到共识,还要枪头是指着你, 大祸,最后,事到如今我是有事安慰,香港内部人心,动作的矛盾应大幅降温了,因为将会发生的事,没有一港人能再左右,建制,独派,南或黄,力量有如1938年的捷克人一样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